慵懒地晒着太阳 哈德逊尽情地享受日光玉 距离独龙岛之战 已经过去了五天 在摧毁所有的船舶之后 哈德逊就返回了王都 至于叫停一行人的死活 已经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中 有幽灵船看着 就算是有商船误入 也不可能将人带走 救援 想想就行了 幽灵船的凶名 此刻已经想撤整个大陆 所有人都知道叫停三大舰队在迷雾海域全军覆灭 具体发生了什么 除了哈德逊这个策划者外 就连阿尔法王国这个地头蛇 都只能靠脑补猜测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好奇心再重 也没有哪家大势力 愿意拿着家底进行无意义的冒险 何况大量幸存的消息 目前尚未流传出去 叫停收到的消息 都是全军覆灭 根本就不会组织救援 也没有胆子再次派出舰队搜救 闲下来的哈德逊 注意力再次回到了军队训练上 这次训练的重点不是王国中的一众常备军 而是刚刚拼凑起来的王国精锐 劳师远征搞突袭 不光对士兵们的体能要求高 对大军的组织能力 管理能力都要求得非常高 加强各部队之间的配合 也是重中之重 刚开始说好的出兵五万 最后架不住墨西公国的公关 不得不将总兵力提升到了十万 当然 无论是出动五万援军 还是十万援军 都只是一个虚数 最终行动的还是那么多人 区别仅限于技术方式 经过一系列的筛选之后 哈德逊最终选定了三万五千人 加上牲口数量就凑齐了十万大军 不是哈德逊不想增加兵力 遗憾的是王国军中最精锐的士兵 一共就这么点 和普通军队不一样 这支军队的所有士兵 都是修炼者 并且还上过战场 士兵来源 要么是大贵族的骑士团 要么是常备军中的精锐 以及中小贵族的核心思军精锐 得益于哈士催熟要寄的功劳 王国这次难得凑齐了五千名魔兽骑兵 光飞行魔兽骑兵就超过了一千 国内各大势力现在都紧张得不行 唯恐接下来行动发生意外 为了让大家安心 哈德逊这位大军统帅也不得不出来表演 元帅 人族联盟调查团不日将抵达王国 陛下请您过去议事 叫停三大舰队全军覆灭 这种轰动大陆的事件 自然不会轻易平息 为了维护人族内部的团结稳定 人族联盟肯定要介入调查 查不查得出来是一回事 但政治姿态必须要有 知道了 哈德逊面无表情地回答道 教廷舰队全军覆灭 在外界眼中和他没有啥关系 但落入王国高层眼中却不一样 击退过幽灵船 极力主张引教廷舰队北上 幽灵船覆灭教廷三大舰队 拆分开来看 每一项都是平平无奇 串联在一起那就是 实力强大加战略眼光卓著 幽灵船覆灭教廷舰队 直接拔高了哈德逊在外界眼中的武力值 很多人都猜测马克希姆成了龙王 也有一小部分人怀疑贝尔斯登是雄王 解释是不可能的 外界哀误会就误会好了 哈德逊才不会为了让大家安心 就将自己坐骑的真实实力暴露出来 朦胧的怀疑最好 让人忌惮 也好过被人轻视 这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哈德逊元帅道 侍从的声音响起 喧嚣的大殿内瞬间安静了下来 原本这是国王凯撒四世的待遇 现在哈德逊也享受到了 地位源于实力 谋算教廷舰队成功后 哈德逊在王国之中的地位 变得越发超然 不过哈德逊还是没有飘 他非常清楚自己现在所享有的特殊地位 完全是建立在王国需要的前提下 一旦战争结束 他现在享受的地位有多超然 未来受到的忌惮 就会有多严重 同道德水准无关 完全是源于利益 谁都不愿意看到一家独大的局面出现 哪怕他的功劳再大 同各方的交情再好 该出手限制的时候大家还是不会手软 最佳的选择是利用战争时期 积累足够的实力 战后分走一大块蛋糕 然后就回家种地 不留在王都碍眼 就没有了功高震主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等哈德逊年龄再长一些 就该被大家捧上神坛攻起来 当然 也有可能战争刚结束 就有一大堆的高帽子送上 把他往神坛上推 很多时候 冥望和实力是相互对立的 二者不可兼得 拿了太多的冥望 能够分到的实力就减少了 具体就要看凯撒四世的手段了 操作一切顺利 那就是一段君臣佳话 操作失误的话 搞出一个全臣来架空国王 也没啥好奇怪的 看战锤王国就知道了 末代国王约瑟夫二世玩平衡失败 搞得里外不是人 结果王国一分为二 名义上是他的儿子继位 可实际上两人都是空头国王 能够发号施令的只有王公和王势领 甚至对王势领的控制力 都非常一般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在等他 哈德逊刚和众人打了一个招呼 殿外就响起了国王陛下道的声音 大人物压轴出场 凯撒四世在这一点上 还是把握得非常到位 不像哈德逊 每次抵达的时间没有规律 早到晚到都有可能 像今天这种恰好倒数第二个抵达 还是第一次 哪怕仅仅只是巧合 落到有心人眼中 还是免不了被政治解读 关于教廷舰队覆灭案 人族联盟已经决定成立调查团 着手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 作为联盟的一份子 王国当全力予以配合 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贵族 务必要保证调查团的安全 听了凯撒四世的话 哈德逊心中忍不住一乐 看来自家国王这是憋不住了 又要跳出来刷存在感 以往的时候 这种话题都是先由朝中大臣进行讨论 听取各方意见之后 再由国王拍板决定 这种没有意义的会议 各地的大贵族自然不会专门跑一趟 以封地贵族自居的哈德逊 哪怕身在王都 也很少参加这种会议 当然 最关键的是人家没请 名义上不耽搁军务 实际上就是不想多一个分权的 凯撒四世跳过程序做决定 那也是国王和朝中大臣们之间的事情 是不关己的哈德逊直接神游天外 甭管是谁来调查 最终的结论都只会是 幽灵船作案 海盗们落井下石 那和王国有什么关系 在教廷舰队进入王国海域的第一时间 阿尔法王国就代表送去了海途 顺便提醒了迷雾海域的风险 若是教廷的军官们肯听劝 效仿此前的王国舰队 老老实实守在迷雾海域门口 等着幽灵船出来猎石 绝对不至于全军覆没 见下方无人响应 凯撒四世眉头微微一皱 太不给他这个国王的面子了 要是搁在自家父亲的时代 谁敢这么放肆啊 换人的心思 这一刻在凯撒四世心底生了根 一招国王一朝臣 新国王能够忍着几年不换人 在整个大陆都非常少见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哈德逊都不敢相信凯撒四世能够憋这么久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他还要继续忍下去 在大陆战争结束前 任何政治波动 都是不被允许 哪怕是国王 现在的权力也被挤压得非常厉害 目前王国权势最重的除了哈德逊的总指挥部 就是王国军务部 剩下的王国部门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部门运转的 被剥夺了军事主导权的凯撒四世 手中所拥有的权力 实际上已经非常有限 这还是战争上未打响 一旦王国进入战时状态 国王的存在感就更低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事情就这么定了吧 东西战锤王国都指望不上 一族联军即将入侵墨西公国 哈德逊元帅 大军出征的事情 准备的怎么样了 凯撒四世关心的问道 最近这些日子 王后可没有少在他耳边念叨老家的事情 虽然没有直接要求他出兵 但流露出来的意思 凯撒四世还是能够领会 陛下 目前大军正处于磨合状态 待各部互相熟悉之后 即可出兵 哈德逊敷衍道 大军什么时候行动 具体怎么行动 都是高度军事机密 在没有实施前 他是不可能外泄的 国王自然不会故意泄密 但难保身边没有大嘴巴子的 万一消息传递到了一族耳中 敌人进行针对性部署 那就是妥妥的灾难 至于墨西公国那边 他早就沟通过了 就凭他哈德逊元帅亲自领兵 已经足以堵上他们的嘴 具体怎么打 什么时候介入 那就不需要外行指挥内行了 圣山之上 看着手中汇聚而来的情报 庇护七世被弃得不知道该如何点评 舰队全军覆灭的消息核实了 只是现实的情况和预料之中 差距有些不一样 你们确定阿尔法王国的海军 没有在近期遭受过重创 庇护七世关心的问道 遭到敌人的偷袭全军覆灭 他还勉强能够接受 可现在这种各项证据 都指向了幽灵船 要是消息属实 那么舰队全军覆灭的根源 就变成了自家指挥官 太蠢 庇护七世需要考虑的问题非常多 教廷之中近亲繁殖严重 早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海军内部烂到这种地步 那么陆军的情况呢 假如身居高位的都是一群蠢货 教廷就危险了 名义上他们是顶尖势力 真实实力庇护七世着实没底啊 看针对矮人王国发起的战争就知道 明明占据了绝对优势 结果却陷入了敖战之中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 庇护七世对自家军队的信心 那是一将再将 陛下 此时我们核实过很多次 阿尔法王国的海军舰队编制齐全 只有三艘军舰因为打击海盗 目前处于返场维修状态 如果和我们的舰队发生过大海战 他们的舰队就算不全军覆灭 最少也得损失惨重 仅仅只有几艘军舰受轻伤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乌立赛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帮助敌人排除嫌疑 他也不愿意 可是没有办法 事实摆在眼前 总不能硬扣帽子吧 虽然这种事情他也经常干 但现在情况明显不同 要是一口咬定是阿尔法王国所为 双方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战争 莫说是人族联盟不答应 就连教廷内部都不可能通过 富贵生活不易 没人愿意进行不确定的赌博 三大舰队的覆灭 葬送的不仅仅只是军舰 还有大家对教廷的信心 那几个蠢货 都是谁举荐的 带着舰队深入迷雾之海 阿尔法人都不敢干的事情 他们凭什么敢去干 庇护七世近乎咆哮地质问道 舰队幸存者不是被海盗猎杀 就是被当成海盗处死 连逼供的环节都省略了 缺乏第一手资料 阿尔法王国的脑补结论 就成为了标准版本的答案 直接影响到了教廷的判断 除了舰队深入迷雾海域外 遭到幽灵船偷袭外 大家再也想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陛下 现在追究这些没有任何意义 从战场的结果来看 袭击我们舰队的幽灵船 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圣域幽灵船 如果猜测没错的话 那么阿尔法王国集结了舰队剿灭幽灵船 却又迟迟未采取行动 也能够解释得通了 据说在此之前 道尔顿家族的舰队曾在和幽灵船交手的过程中损失惨重 即便是哈德逊亲自出手 也仅仅只是击退幽灵船 一头疑似龙王的巨龙加一头成年大帝之雄 还有大量军舰提供火力支援 留不下八阶幽灵船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或许正是阿尔法王国知道幽灵船的厉害 才故意引诱我们北上 玩了一出借刀杀人 乌立赛开口劝说道 追究责任 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任人为亲的盖子一旦被揭开 再想要盖回去就难了 事情闹大了 将教廷黑暗的一面暴露出来 造成的不良影响只会更大 幽灵船的实力被高估到了圣街 原本想要派人过去调查的人 此刻也纷纷选择闭嘴 教廷这次的损失 已经非常严重了 要是继续派人过去 那就是在给幽灵传送人头 哼 冷喝一声 一股庞大的气势从庇护七室身上传出 压得众人接连后退 反应过来的众人 脸色瞬间阴云转情 恭喜陛下突破圣域 连绵不绝的祝贺声 冲散了笼罩众人头上的阴云 最少明面上是如此 至于庇护七室究竟是刚刚突破圣域 还是前面早就突破了 故意对外隐藏实力 这一点也不重要 关键是突破了就好 都是被逼出来的 连二连三的发生变故 庇护七室的教皇之位 也受到了动摇 要是再不突破圣域 为自己拉一波威望回来 搞不好下面的人就要串联着废除教皇了 好了 阿尔法人的恩怨 我们未来再和他们进行清算 全军覆灭的原因找到了 这件事就暂时告一段落 接下来大家要做好阵亡官兵家属的安抚工作 都是我教廷最忠勇的士兵 他们的身后是必须要处理好 庇护七室故作多愁善感地说道 关于自己突破圣域的消息 直接闭口不谈 只谈阵亡官兵的善后问题 这波操作要是传到下面 绝对会收获一大批拥戴者 见到这一幕 众人也纷纷松了一口气 能够进入这里的 大家的背后都有一个利益群体在支撑 海军之中自然不乏他们的人 一旦掀翻了桌子 深入追究起责任来 就算是不被直接拖下水 面子上也不好看啊